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看看有没有猫头鹰的标迷 为什么呢? 现在是晚上的11点 大家会不会看到我这条影片的推介 今天收到一个CASIO的消息 好像是听闻CASIO的网站 全球都被黑客入侵 好像是 应该是 因为有几个供应商都告诉我 未来这个月可能 翻货也有困难 因为受到黑客的侵集 电脑系统都下降了 现在不要紧 猪仔仍然找到CASIO CASIO Vintage 究竟将会不会 因为黑客的入侵 影响了生产线 将会市面缺货 这一款一到都缺货 除了因为黑客有机会入侵了CASIO 所以令到全球供应链断货之外 其实当时也推介过CASIO 他自画自己都拥有一款 CASIO是非常棒的一款復古的Vintage CASIO Vintage 老实说 很多标迷都深入闻心 由A158、A159 银色的旧装 但这一款是A78系列 这一款是大标径 大标径一点 因为A158、A159属于小标径 前段时间 猪仔介绍过 蓝牙连接功能 有一个step tracker 计划器的CASIO Vintage 想介绍一款传统一点的 没有什么特别功能 顺利保留CASIO的Digital 其实这个我自己觉得 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收藏的CASIO 因为CASIO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款式 我相信也有不少标迷都收藏 而这一款我自己觉得会较为独特一点 因为它拥有了既复古的外形 又追上了潮流 因为现在流行了复古 黄色的显示 黄底黑字的显示 就不是白底黑字 你看到它上面有CASIO的Logo 写着Alarm Chronograph 有计时码标功能 也有扭钟功能 也有灯的功能 右下角按键 是不是有灯键 不是右下角按键 是一个Mode键 原来右上角按键才是灯键 试试按下右上角按键 你看到它的液晶体显示 而灯就会比起以前的A158 A159的小灯炮为之降量 也保留了它的传统 用了树枝外壳 做了一个金色的电镀 标带方面做了一条钢片标带 做了一个拉斯花纹的钢片标带 做了金色的 好复古 整只手标 试试按下Mode键 左下角的Mode键 其实这里也有说 Night就是上面 灯键 按下Mode键 按下Mode键 按下第一个Mode 就有Alarm Mode 闹钟的Mode 然后再去 就是一个Stop Watch 一个计时Mode 计时Mode 就是协助去调节 其实简单的操作 你看到有24小时显示 AM、PM显示 时分秒、星期 几多好 在第一个版面 都一次过看完 好了 这个标就会比起A158 A159系列 那些Vintage款 比较大一点 也是超薄机身 这个Castro Vintage 其实我自己觉得 用金色会更加復古 因为金标 其实金色的手标 大家都会有一个同感 尤其是你没买过 金色的手标的标迷 一定会有一个同感 就是 金色的手标 我自己会不会戴不惯呢 会不会太讨好呢 或者戴了之后很喜欢呢 其实也有不同类型的标迷 反映给主席 所以Castro的金标 就是一个金标的入门级 金色的手标 你可以买一只便宜的金色手标 先试一下搭脚石 自己究竟喜不喜欢这个Vintage款 其实呢 虽然潮流这两年都流行金色 这一年多两年都流行金色手标 但是呢 我自己就觉得 应该我们都从这个入门级开始 例如Castro Seiko 旧装五仔 甚至Citizen的Jurosa 有这些我们开始入门级试一下 自己究竟喜不喜欢金标 试大一下 如果真的不喜欢都不会损失了很多金钱 如果我们一开始已经买 譬如买Tutor 或者我们买一些比较贵的 贵重的 Luxury的手标 作为这个 试标 即是金色的试标 那 变成真的如果不喜欢 就会浪费了这个标 放在这里了 所以呢 由Castro入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又有型 它用上了CR1616的电池 大概三至四年 需要更换电池一次 整支手标 就只有50克而已 50克而已 做了金色的离子电道 这个也是做了这个 这个抗物玻璃的标面 好了 试试换一换重量 重量方面 看看它是不是50克 那么轻身 好了 嘟嘟嘟嘟嘟 48.5克 50克也不够 非常轻身的手标 好了 另外呢 就是它有这个 整点报时 每日闹钟的功能 整支标的直径方面 想量一量量 直径呢 它就写它 就是35.5M的标径 那么35.5M 看看是不是 量出来 30 33.6M 至于那个 扣扣扣扣 就去到38 扣扣扣扣扣 就去到38 厚度方面 就说是6mm 厚度 好了 试试戴上珠仔 14.8M 才是手换 其实拼上去 就不算很小 比A158 A16 A168 A159 那些 A159 那些系列 就大略为大小一点 那我试试不如拿个银仔 给藤大家比对一下 大家会知道 尺寸究竟多大 那我试试拿个1元银出来 那我们的手银 再配上手银 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那你会知道 的大大 那你会知道 的大大 那 这个Castle Vintage 的标扣 都是好像 那些伏过的标扣 那这个是箭咀 那是自己去调节标扣 你只会找一支 牙签仔 那是标扣仔 那用一支 就可以自己调整标带 至于标的标扣是怎样使用呢 标扣也是有一个勾在这里 有一个勾在这个位置 然后勾在柱上 勾在标带 标扣就是这样使用 上面标扣也有Castle的Logo 做了金色标扣 另外标底方面 标底做了四粒螺丝系统的标底 标底是用了银色标底 四粒螺丝的不瘦钢标底 写着了中国制造 Stinger Steel Bag 以及Castro 反过来 不如拼多一次给大家看 我自己跟逆时一样 我都很喜欢这款A78系列 比起A158 A168 我自己较为喜欢这款 为什麽呢 因为它更方便 而且脖子比较长 到38 显得戴上去的时候 虽然是复古 喜欢旧装 小装 但也不会太小 虎仔推介 多少钱呢 Castro Vintage 虎仔推介 338元 338元 虎仔在手上 只有一只现货 下个星期 或今星期尾 下星期初 338元 有原装盒 有说明书 保用证 收据 一年保用的 还有钓牌 最后 想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你之前看过那只Castro Vintage 是连蓝牙的 你觉得它多了些东西 因为多了智能标的元素 想找回传统的收藏也好 或者买回童年的回忆也好 这一只Castro Vintage 其实小时候 就是这个Castro Vintage 的款式 非常流行 但是 不久小时候 始终都是 扭妈妈买 妈妈都说 你先考到100分 读书 读书测验 读书 读书比较差 所以经常都考不到100分 也都是 现在就可以有经济能力 自己就可以买回童年的回忆 好了 如果你都和朱仔一样的话 七八十年代的一只 复古的跳字 Castro Vintage 如果你真的喜欢的 可以找我 好吗 心动的你千万不要犹豫 尽快找我 因为Castro 应该真是被黑客 电脑系统 应该是被黑客入侵了 所以 未来Castro的功课 应该都很短缺 所以心动的你千万不要犹豫 不知道 功课短缺的时候 会否供求关系 可以升价一些 现在朱仔还是338元 好了 心动的你尽快找我 我们下集见 晚安 拜拜